現在烏日啤酒廠的鍋爐有三座 那兩座現在在使用的已經從重油改冷天來期 你看到聲音比較小 而且它的管線比較少 各個不但安全 操作容易 而且對於工作者來講 它也比較健康 這兩座是個25噸的 已經從重油改成天然氣 另外那一座第三座 今年也會改成天然氣 現在沒有開動 沒有在使用 來到台中關心我們 對於空氣物質改善的理念 那陳如他所講的 他在聽取了報告之後 看到我們施政 各種空屋房子的措施跟成果 他也表示很多的創舉 而且效果很好 可以說這個地方政府裡面 空屋房子的投壓 那他也特別提到 這樣的一個示範的效果 希望我們能夠推廣台中經驗 那麼以今天來講 我們就是對於鍋爐的這個燃料 從這個重油改成天然氣 那是不是第一個做輔助 一方面獎勵 同時也加盈來管制 可以說雙管理一下 你也有很多的 你覺得這個肥皂 你覺得這個肥皂